我也无所谓 声音 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充满声音 当你睁开眼 声音便充斥鱼儿 他们高低起伏激昂顿错误 就像进行着异常常交响乐合奏 可是有些声音 杂乱无章 散漫嬉闹 只配被称为道德 音乐之所以会成为艺术 在与其高雅和纯净 所以对我来说 不论是音乐还是生活 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丝无点 当然 偶尔也会 有些意外 你在搞什么 法阮 我叫李珍言 百七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 如果说钢琴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那指挥或许就是我人生的全部 众名指挥家维恩达老师曾经答应过我 要受我为徒 我坚定着这个信念和方向 抱着成为指挥家的梦想一直向前 我想用手里的指挥棒挥洒出最热血 最难忘的青春 想让全世界都听见我要传达的声音 让维恩达老师看到我的舞台 为我骄傲 可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梦 已经被写上了休止符 我注定要被困在这个没有热血 没有舞台的地方 听着周遭毫无生机的音符 和我的梦想渐行渐远 验 来来来来회 快 快 快 再快 再快 完美的快 完美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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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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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够了 停好 校庭音乐会独作通知 收到了 全校只有唯一一个名额 留给你了 你是钢琴系最优秀的学生 记得给我挣口气 这儿准备 这是顺便 音乐会马上就要演出 你拿总谱干嘛 一个钢琴系的学生 不好好学钢琴 研究总谱 你还真有出息啊 明白了 想当指挥家 李真言 我提醒你 你现在钢琴弹得都不怎么样 还想当指挥家 这是在哪里的前途开玩笑 还有 你觉得你穿着一个白衬衫 留着一个艺术家的头发 你就可以当指挥家了是吗 李真言 我提醒你啊 你别忘了你爸对你的期望 过了 您自许为学院的第一老师 一天到晚只知道速度 其实什么都不懂 这是音乐吗 第二 我学不学指挥 拿不拿指挥总谱 是我自己的 是用不着你管 第三 不要再在我面前替我爸爸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给我出去 出去 李真言 以后我的客人不要来 太让我失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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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K333 弹得这么乱七八糟 简直是悲惨世界 不对 虽然弹得乱七八糟 但却没有出错 而且还很好听是这么回事 中文字幕提供 彩薇 你是怎么做到 一边毁了孝庆犊子我不说 一边还和张老师闹犯的 没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这是在担心你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需要别人来指责我 好 这是什么 转系申请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转到指挥系 去做一个指挥吗 这是我作为搭档 可以帮你的最后一件事 没用的 我不管在这个学校怎么努力 我只要不能去欧洲的舞台 都将是十分遗憾的 这都是借口 你现在只顾着站在当下 看着你眼前的痛苦 你根本没有勇气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这样下去 你会连梦想的影子都看不到 我有我自己的路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我的老师是维恩达大师 我有一天我会去跟她学指挥 这就是我的选择 好呀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找她呀 去远达大的机砲 我帮你定好了 如果你真的有勇气 你就去找她 eple 小语 妈妈 妈妈 你不前进 没有人是会站在原地等你的 你现在只顾着站在当下 你根本没有勇气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这样下去 你会连梦想的影子都看不到的 你不前进 没有人是会站在原地等你的 啊 啊 Mrなんだ could you take me as a student may be turned for parents 嗯 你是不是我的学生 现在 你 去吧 你去吧 去吧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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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很高兴 谁的东西啊 谁的东西啊 酒 还有包 怎么不让人哪 来 醒醒 挡着路了 东西不要了 风 是风的声音 风 好舒服 莫扎特的钢琴奏名曲 K333 这琴声 清冷又温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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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睡在这准天啊 你这等着我一晚上 累死我了 你的皮带 看你很难受的样子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你剪下来的 你别说了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不 你的皮带不要了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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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欠缠د 你 你不能欠缠吧 你不肯 你不肯 李真言 你 我不叫喂 我叫方小翁 等会儿 你怎么知道我能干 你请把证件在我这里 你要不要 我给你送下去 不用了 我去补败 胡老师 这是我排队排了很久的时间 你一定要尝一口的 谢谢啊 我还是蛮要口服的 来来来来来 咱们这么开着窗 让它们闻的香味不搭好吧 没关系 那我就下手了啊 小心烫手 这很好吃 还是等筷子 等你尝一个 好吃吧 请问是胡老师的钢琴教室吗 我还想走错了 李真言 没错没错的 老师 我们等你喊酒吧 是你啊 昨天喝得醉醺醺的 跟我爸派出所 被也装的酒会一模一样 是吧 那肯定没吃错的 老师 老师 老师我不用了 给你个有机豆奶 这奶很好喝 谢谢老师 我可真是一直在等你啊 不过现在本人啊 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我之前就在想 你一来了就好了 是吧 我就不用再被叫做 吊车师了 吊车师 就是 专教吊车为学生的老师 刚开始人家 那么称呼我的时候啊 我心里啊 不太舒服 但现在好像没什么感觉了 忘了忘了 老师换成这个吊车伪专业婚 也就算了 可是为什么 我还要跟这个家伙一块上课 二位可以开始了吗 黄老师 为什么一定要我跟他合奏啊 不是很好吗 你不妨试一下 一个是大四的高材生 一个是刚插班来的 这是多么奇妙的组合呀 很有意思的 而且你们两个又认识 不是不是不是老师 是这样 为什么是我跟他呀 我选着谈 我不谈 实在不行的话也没有办法 你只好放弃 我这门课的全分了 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 我是最后一个愿意接受你的老师 没有我 你就只好留机了 是这样老师 这个人呢 他瞎谈起 我跟他合不上 我才没有瞎谈呢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不是这座大学里 钢琴弹得最好的人吗 莫扎特双钢琴奏音曲 我听过这个 我还是第一次弹 这首曲子节奏很快 想要和声不大容易 关键要看你们两位的配合 你刚才一三小姐有一个错音 是这么弹的 你刚才第三小姐有一个错音 是这样 好吧 现在我们开始合吧 你弹音乐一 我弹音乐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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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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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为什么谈得这么离谱 拜托你多给点耐心 我相信 十天 你们一定可以拿下来的 十天 就这种难度的曲子 交给我 最多三天 孟主任 备上分编辑 觉得我们学校私伴无趣 你觉得呢 校长 我觉得这就是被编辑的偏见 难道让我们的好学生 去跟那些差学生 什么怪咖去学呀 我认为吧 他这回就是不肯好好 帮我们学校做宣传 我倒是觉得 贝绍芬说得很对 他还说得对啊 我邀请了 贝绍到我们学校课做教学 他三天后就到 你准备一下 贝绍 一会儿 就是那个闻名世界的 华裔大指挥家 那我可得认真准备一下 现在就得让A团 派一练起来 好 你去吧 你去月后 我去月后 你去月后 我去月后 雪夫 就不知 我去月后 我去月后 你去月后 宣传 我去月初 我去月后 宣传 你这是一位 那你存在一种 你 Trojan 我就吃你了 荡小窝 天哪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小涛来了 估计也以为自己来过了 荡小窝 躲哪儿啊 不行 我忍不了了 蝦 蝦 哎呀 这是我家啊 你怎么在这里 也不知道是谁的破步 调到了我家阳台上我才上来 我 我的东西呢 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都给你收拾好了 放心吧 免费的 不用客气 忘记呢 琴不是在角落吗 是 是一个玩具的红色小钢琴 你是说那个又破又旧的玩具琴啊 我给扔了 你扔了 谁让你扔的 在你眼里是破玩意儿 可是那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扔哪儿了 楼下垃圾栈黑色塑料袋 我是觉得它很旧 所以我 关你什么事 然后就不要闪我 你不要闪我 要来闪我 吧 不想不想不忍我 可以吗 你没想到 谁让你扔的 在你眼里是破王爷 可是那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我妈妈送给你 怎么没有呢 怎么会在这里啊 终于找到你了 对不起 我知道心爱的东西被别人不屑一步地丢掉心理祸了多难受 希望我的道歉来得及 这个是在垃圾堆里捡到的 谢谢 同学们安静一下啊 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学校呢请到了著名指挥家费舍尔大师来课做教学 所以这段时间啊 你们要抓紧排练 费舍尔 我 他要来指导A团吗 当然了 你们大家可是学校精英中的精英 大师会亲自指导你们 这对你们将来都有好处 所以啊 好好练 不要给我丢脸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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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真言 你不是维元达的学生吗 你应该知道他的朋友指挥家费舍尔大师吧 他将作为客座教授来我们学校指导A团 还有指挥系 你应该很了解他吧 我了解 好 这位你应该认识吧 这是我们指挥系的田一松师兄 他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大师的学生 毕业之后 还有机会去欧洲深圳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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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一个小匠 叫租ист 一周 杀菌 怎么舞 rencont霉 是不着泳 李珍言 你不前进 没有人是会站在人地等你的 希希 你不前进 没有人是会站在人地等你的 谢谢你帮我找到MV3 不客气 你干吗 不是说要练习吗 不练了 是我弹弹太差了吗 我保证 我抓紧时间练习 好好学铺子 绝对不会拖您后腿的 你很好 是我知道能没有问题 莫扎克的双钢琴奏鸣曲 第一乐章 快摆 第一大调 奏鸣曲式 第二乐章 起码 第一大调 奏鸣曲式 第三乐章 很快很快地买 第二大调 回旋曲式 你看 我都很愿意在做笔记的 你现在跟我 跟我是合作伙伴 你的事情是我的事情 跟我息息相关 你就告诉我 你怎么了吗 是我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不练 你拼我练也行啊 没心情 那我就一直缠着你 缠着我也没用 你 你怎么这样啊 那又你说你要练的 你怎么出耳反耳啊 你 你 你 小的时候啊 我只要一不开心 我就敲这些小罐子 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音符 我那个时候就想 连这些小罐子都这么厉害 那我就更得加把劲啊 梦想它不只是梦想 是前进的第一步 如果你连梦想里的音乐都没有了 那怎么能弹得出 梦幻浪漫的音符呢 出来了 你这敲得是小星星吗 音都有点不太对 不是啊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扰民吗 我 我只扰你啊 进来吧 我饿了 走吧 吃东西 罐 罐 这么丰盛啊 赶紧吃吧 别凉了 那我开动了 怎么样 你今天来你家送饭吃吗 那你表现了 好吃 这个要蘸这个 你也要蘸哪个 这个要蘸这个 蘸这个 课在一七八一年写的 我们要谈的是第三个乐章 第三个乐章的整体的氛围是一种 娓娓到来的 轻快的 一种活泼的旋律 所以你整个人的情绪要跟着进去 我们来试试 嗯 停 跟着我弹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学会 看谱 可是我不太喜欢看谱耶 可是我不太喜欢别人不看谱耶 再来一次 停 太奇怪了 不是 你明明是按照谱子弹的 为什么 节奏能弹错呢 可是我是按照谱子弹的 我 这样 你先慢慢看谱 我想进一切 以前你弹琴是为了开心玩乐 但是现在不一样是有目的的 尤其是一个双钢琴曲 你得在乎对手 而且还有作曲家本来的意图 你怎么能够瞎弹呢 你的笑容 对手 终于听öffent 不 ór Å水 不要自以为是的 usikir wirklich 好喝对着谱子弹 你真是笨到家了 不想学你可以滚蛋 刚才那个地方 你弹得不对你知不知道吗 你怎么不看谱呢 你明明是按照谱子谈的 为什么节奏能弹错呢 李真言 你现在和张晓鸥 跟那家伙完全一样 不是吗 这样真的是对的吗 李真言 今天你不用看谱子了 想怎么谈就怎么谈 不行 我不能出错的 我必须完全按照谱子来谈的 可是我怎么都背不下来 没事 你不用考虑这些 你谈成什么呀 我心里都清楚 今天 我来配合你 你们确定准备好了吗 不要勉强啊 当然了 约定的是三天 就三天 这家伙有着特殊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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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Akio Taylor 而且主持人 而主持人 这家伙有着特殊的财务 而主持人 这家伙有着特殊的财务 documentation 有着特殊的财务 其实他已经担心的财务 但是随意地谈啊 我跟她说可以所有的谈 就真的很随意地在谈呢 但是没问题 我来喝给你看 这家伙的习惯我们知道了 看啊 又飞起来了 越过去了 其实我一直很在意待的机箱 听说 一样一个大音乐 各个音乐 你必须感觉 感觉和动作 这是真正的 对 我在梦中一直期待着那样的瞬间 昨天为止一直是放弃的 但是现在却真的 真的感觉要占领她 天才莫扎特 一生唯一的一手 双刀剑合作曲 虽说人们一直认为 她创造的初衷 是为了帮助我才华的学生 但其实 莫扎特也很可能 在跟她交流的时候 反过来被气势 想起来心底 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吗 请看